哈喽大家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几只股 这些都是我双剑论股 YouTube Channel里面的会员所问的股 如果你也是有兴趣向我问股的话呢 可以去我Channel里面按这个Droid Button 参加会员 这样你就有机会向我问股了 第一个呢是Bella Transic 这个在5月的时候也是有分析过 他现在呢就从这个200的均线这边弹上去 但是呢他才是没有能力突破 他这个筹码风的最高价 也就是1.14 没有能力站上去 1.14也是过去他历史的这个筹码主力线 在挡住他 如果他有能力突破1.14 可以考虑进场 如果他没有能力突破 Utun回来要考虑把它抹出去 再看一下这个支撑1.01的时候 有没有机会再弹上去 这个就是Bella Transic 下一个是WCEHP Holding Berhad 他在6月9号的时候也是有分析 今天我的分析才是一样 他的这个支撑是0.475 主力线是0.51 他星期五收盘价是0.50 非常接近他这个主力线 不要随便冲进去 这个时候我觉得才是等方向吧 突破这个 0.51 或者是Shotep破这个0.475 那时候再决定怎么去做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随便冲进去 K&M这个是先股来的 但是呢 他已经是站上去的这个200年均线 站上去的所有的筹码主力线 好像很有机会的样子 他这边顶上有一堆套牢 他的下一个主力是0.11 我估计的他应该是过不到0.11的 但是可能会在0.11之前就又站回来 现在是0.085 这看你个人要不要去追 我觉得他应该是过不到0.11 最好的是等他回来的时候 弹上去的时候再考虑要不要进场 因为底下的筹码是蛮丰厚的 在底部再次弹上去的话 会更加安全的多 GUH 他的主力就是0.54 也就是过去这个历史的直线 也是靠近他的这个历史 50周星高 现在是0.55 不要随便冲进去 支撑是0.50 也是一样看方向 跌破0.50 要考虑把他抹出去 突破0.54的话 可以考虑进场 IWCT 同这个200年均线这边就弹上去了 但是他主力线呢 是0.36 这个支撑就是200年均线 0.315 顶上一大堆套牢 感觉上呢他应该是过不到这个0.36的 所以这个时候也是必要继续的 去 通进去 观察就好了 看他是会突破还是会突破 最后 最后一个是Jaya Diasa 呃 他就是从这个200年均线这边弹上去了 但是呢他还是没有能力突破他的主力线 也就是这个超楼盘 大概就是0.685 0.685 0.685就是这个 之前的直直线 他还是没有能力突破 你要等他突破0.685之后 你再考虑要不要进场 上面呢有很多套牢盘 这个呢最好还是避开他吧 因为太多套牢盘的话是很难去操作的 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谢谢大家